晚上12点 我刷出这种东西 老师傅手工制作 每一片都是咸香可口 紧实有嚼劲 买到了 一些咸味小零食 专门对付那种 最没味儿想吃东西的时刻 这是工作 骨髮卤牛肉 包装就是那种 民国情怀 两个大美人 一个辣的一个不辣的 小包装 就五包呀 包装有点像以前那个五花骨 闻到香味了 它嚼起来很有肉感 有点像酱牛肉那种感觉 它是那种比较湿软的牛肉 不是那种很硬的牛肉干 类似于那种蜜汁的甜味 还评论一下 它的味儿还挺明显的 我不觉得是 你们还记不记得 之前我们吃那个大桶的 那个牛肉片 跟那个味道有点相似 但是没有那个软和跟黏 我觉得还是那个更好吃 再试试辣的 那个基调其实是差不多的 辣度我觉得还好 舌头微微觉得有点辣的感觉 咱们就是说 曾经沧海难为水 这个得有五个胖嘟嘟 那这个就只能有四个胖嘟嘟了 但是那个保质期很短 这个保质期有300天 接下来是咸蛋黄豆腹 红香剂的 好家伙啊 这个七宝 那个包装袋塞的满满的时代 一去不复毁呀 它是那种很粥粥的豆干 中间和外层都有一些 软绵绵的咸蛋黄 咸蛋黄在它中间挺香的 有一种麻麻来来的口感 它是一个之前没有涉猎过的味道 我不太喜欢 我个人给两个半飞嘟嘟 你给五个 四个吧 四个吧 这个真的好好吃 拿走 接下来是一个小特产 广东汕头的腐乳酥条 这里边应该是真的有放红酥乳 长得像蛋黄酥的一部分 是这种味道 我以为它是个咸的 但它是一个甜的 但好像也咸 它好奇怪 咬起来是老式糕点的那种 酥酥的很紧实的感觉 味道很甜 甜里面还夹杂着很浓郁的腐乳的味道 这辈子没吃过甜口的腐乳 对于我这个东北人来说 这个调味是有些许的奇怪的 但是可能当地就觉得很正常 就像我们觉得冷面很好吃 他们吃不饭 我那天看到有人说冷面居然是甜的 我心想 那不然 那我仅代表肥嘟嘟本人表示 给两个肥嘟嘟 所以我们今天测评的这三样 第一名的是狐狸牛肉干 这个其实也还可以了 本位的点赞公众评论 I knew